大家好欢迎来到什么都有什么都有奇怪我是阿森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阿森后来加码稍微订的那个 身影工作室啊 他身影工作室他有出了一款就是单独的人物 然后他就是五脸男然后跟千寻 然后他把五脸男要拿那个黄金跟那个药牌给千寻 那个两个人物雕像然后他是分开卖的 如果说一起买的话后面还会有一个小场景给你 然后我们今天就来开箱看看 他单纯做两个人物的做工会是如何 OK我们再开箱吧 OK阿森花了一分钟就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了 然后因为这两个人物啊千寻跟五脸男是分开卖 所以说如果说想要单买千寻也可以 然后单买五脸男也可以 如果说喜欢的话因为他们算是一个小小的场景 因为就是卡通啊里面有一个字不是字幕就是画面 五脸男他突然间变好了然后他要拿一些黄金啊 或者是要给那个千寻 然后里面首先打开如果说你单买一个千寻的话 他就是一个地台 然后他有个卡锁直接卡出去 他在整体啊人物的刻画啊然后跟脸部的表情啊 然后跟脸部的表情啊我觉得他是走比较 以十分来说的话我可以给他到九分因为他跟卡通上的千寻啊 真的是做的还蛮像的以正面来讲 然后后面部分的话这个法际啊跟法线 该有的他几乎都做到还蛮有细致的 而且这个地板啊磨起来的木纹啊效果质感 也有到一定的水准 然后好像当初然后买我好像如果说一起买啊加购好像是 4000多块吧还是3000多块啊是有点忘记的 然后这是其中一个千寻喜欢千寻的话你就可以单买一支 来 然后我们这边看啊第二支啊 第二支啊他就是五脸男 然后五脸男他本身啊做要做的好 其实就是说你把他的那个这个类似透明剑打得很光滑 因为本身五脸男他就不是人了他就是一个幽灵啊还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他的层次就是上面做黑 然后到下面啊这边做一点有点透明的琉璃感 就有点像是幽灵的感觉 底部这就有点像透明的幽灵感然后脸啊 五脸男是不是很好刻画啊 如果说你今天买一些有些是那种正版授权的 有时候我去看那个百合公司他们的五脸男做的还蛮奇怪 但是这种算是GK啊没有授权但是他就是把 脸部啊就还原的非常的好 然后里面呢五脸男的话如果说你单买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黄金然后一个药牌 这药玉牌就是说当时他卡通的部分的话 他们要要洗那个不知道什么 水神吧 然后需要有很多高级的药玉牌 然后他就生了很多药玉牌给那个 要给千寻 然后这就是 黄金因为每个人都想黄金 然后他就直接给黄金他附了两个 然后他有一个 摆设方式啊他有两个手痕喔 刚好就手指的痕迹 然后你就按照那个痕迹给他 摆放上去 那就变成手拖的那个黄金部分 手指头这边 这样放上去就好了 OK 然后刚刚阿森还在那边纳闷说 诶 这两个要怎么摆 比较好 原来啊 如果说你买两组两个一起的话他们两个是有 这种效果 所以转这样 然后这边呢就多一盒 其实他就是台阶 刚刚小编给我看一下图片 靠近之后 他是磁吸的 他会吸起来 然后他就得 切据然后看着五年了 然后他给他黄金 然后另外两组一起买的话 他还会送一个屏风 两个底座架 然后 这个屏风是用后置板做的 然后 就可以从这样把它打开 打开的话 这个就是那个 油屋 的那个 场景 但是我觉得 这里面呢 做这样还蛮怪怪的 如果说喜欢的话可以放这个样子 但是我觉得最适合的话 应该是另外他的背面 因为他这个背面就是 油屋里面啊 那个五年要给千询 黄金的那个场景 要给千询 黄金的那个场景 然后他把他摆这个样子 然后这样就当做一组了 所以这组价格还蛮便宜的 但是他在啊 最主要是在说人物啊的 细节啊 然后跟 层次打磨上 都有还原说 卡通上 他们的要求 所以说神仪少女 这一组 神仪工作室 所做出来的 小场景白色的话 如果说喜欢的话 我建议 可以 购入 但是要预购已经结束了 所以说看看说 网上啊 有没有一些 网友啊如果说当时有多买的话 要试出的话 阿森也蛮建议说可以去售这一组 而且摆起来啊 这样 还蛮好看的 OK 那这就是这一集啊 阿森啊 为 各位带来的神仪工作室 然后他们做的 千寻与 古年男 的小场景介绍 如果喜欢阿森的影片啊 欢迎按赞 订阅分享 再打开小铃铛 如果 可以的话 在下面留言 给阿森一些鼓励的 言语 按赞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